好,照片转正了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做哪些东西呢? 比如说,如果我们觉得它的白不够白,黑不够黑 我通常都会做一个动作叫做色阶 其实我们用一下自动色阶就可以了 来,请看相片 自动处理,看到没? 色阶,这就是自动色阶 它会让黑拉到最黑,白拉到最白 这样一般的照片来讲会比较精神一点 色阶 那同时如果颜色有偏,它也会校正过来 那可是有的时候自动色阶并不是最准 如果你自动色阶按了以后发现不理想 那记得按下复原 复原,这是第二个自动色阶 那还有哪些照片开了以后我们可以处理的呢? 照片的大小位置 比如说老师,我这张照片 裤子皱皱皱皱皱的不喜欢,怎么办呢? 请看这个叫做裁切工具 在工具面板的123456 裁切工具 好,我们选了裁切工具以后 你可以依照你的喜好 比如说裤子皱皱皱的 那我们就把这一块选起来 那如果位置不满意呢,你还可以再调整哦 你看,当我们游标靠近这个短点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箭头变成上下十字 这样就可以调整了 你可以调到你满意的部分 好 如果调好了,请看上面的属性工具列 这里有一个 减财 他就打勾就确定减了 一按,咚哟就减了 好,这样明白了吗? 好,不满意还是一样可以复原 好,选择其他工具就会离开裁切的状态 那不过要特别讲一个裁切的时候啊 来,我们再回到裁切工具 如果你是希望等比例裁切 也就是比如说 你在家里拍了一张照片 你希望裁完了以后去照片洗四成六 它还是可以保持四成六的size 这时候请你看属性工具列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边 你按这个小箭头就可以选择 是四成六啊,还是三成五啊 但是如果你固定的话 这边这个勾啊,你必须勾起来 那明白了吗? 好,我们来试试看啊 本来我们在这边一拉是随便 你看这样快要是方形的 如果我打勾四成六,你看 它就是横的四成六了 那如果想要直的呢 这个小箭头点下去,你看 直立是四成六 还有五成七啊等等的选项啊 我要直立是四成六 哎,你看,它就踩了 你看它 它本来,它跟我本来的尺寸很接近 有没有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直立的四成六 好,你看 它既然锁定了你在变形的时候 不管怎么拉大,怎么缩小 它都会维持等比例 好 再大一点吧 看到没? 这样就维持等比例 这个时候一按下确定 当然,就剪裁了 那这是调整颜色跟剪裁照片的部分 那照片还可以有些什么样变化呢? 我们下次再讲 今天先讲到这里,拜拜 拜拜